好,我们现在复习最大至最小至 以及最优化的问题 最大最小至我们一般是叫做 global的maximum global的maximum或者minimum 还有就是optimization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求extreme 就是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是有global的maximum 或者是怎么样去求global的maximum或者minimum 那么我们要回顾一下 我们在讲continuity的时候 我们知道continuous function 在一个b区间上的一个continuous的function 它可以找到它的最大至和最小至 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一定能够找到它 找得到它的最大最小至 那怎么样去找 那我们说最大最小至能够出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global globalmaximum或者叫做absolutely absolutemaximum 或者是minimum 或者是minimum 能够出能够可能的最大最小至 那能够出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是extreme 就是local的maximum或者minimum 第二个是端点处 第二个是端点处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可能性的最 就是可能的最大最小至 只能在这两种地方出现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最大最小至 那么怎么去找 第一个是我们找出所有的extreme 然后是找出端点处的值 最后是比较一下 比较端点处的值和所有的extreme的值 那么我们看到最大的就是最大值 最小的就是最小值 那这是我们找最大最小值 就是absolutedmaximum或者是global的maximum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 我们说fx 等于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一点的 2x立方 再加上3x平方 减上12x 找一下 找一下 它的global maximum 和minimum 在一个interval里面 在一个b区间上 -3和2上面去找它的最大最小值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 刚才的讲 这个解释 我们先要找它的extreme local的extreme local的extreme 我们有两种方法去找 不知道还记得不 我们第一个是用 第一个是用一阶导数等于0和0的 这个0点的左右两边一阶导数的符号来判断 第二个是用二阶导数来判断 那这里我们没有要求找它的增减区间 所以我们用二阶导数可能比较好判断一点 那6x平方加上6x-12 这是一阶导数 那么一阶导数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6x平方加上6x-12等于0 我们把6提出来 把6提出来两边除以6 就是x平方加上x-2等于0 我们得到x加上2和x-1等于0 所以x等于-2和1 那我们得到两个点 那我们再看二阶导数 它是等于12x加上6 那么二阶导数在-2处是等于12乘上-2加上6等于-18 这是小于0 所以f-2 f-2等于多少呢 f-2 这应该小于0 小于0 我们知道这是最大值 f- 极大值 就是local的maximum 那就是2乘上-2的三次方 再加上3乘上-2的平方 减去12乘上-2 这是等于-16 加上12 再加上24 36-16等于20 这个是 local的maximum 那么f-1 f-1 在1处的二阶导数等于12加上6等于18 这是大于0 所以f-1 是local的minimum f-1是等于2加上3-12等于-7 这个是local的minimum 那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个点 两个local的maximum和local的minimum 那我们再看端点 f-3 f-3是2乘上-3的三次方 再加上3乘上-3的2次方 再减去12乘上-3 这是-27 那么就是-54 再加上27 这是加36 这是- 63-54等于9 f-5 而f-2 f-2 f-3 f-2和1都在这个区别里面 f-2等于2乘上-2的三次方 再加上3乘上-2的平方 再减去12乘上-2 那么就是16加12 减去24 是28 那么这就是等于4 那我们看一看 所以最大了 所以最大的是20 最小的是-7 所以f-2等于20 是global的maximum 而f-2 1 f-1是等于-7 是global的minimum 这是我们求最大最小值的一种方法 在一个b区间上去找最大最小值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 第二个 我们f-x 是等于 3x除以根号下 4x平方 4x平方 加1 在-1和1上 我们找它的 global的maximum和minimum 这个的 我们找 global的maximum和minimum 我们说的还是要先找出 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那么我们看一阶导数 这个一阶导数 这个一阶导数 其实我们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用另外的方法来求更快一点 当然直接求也求得出来 这是比较麻烦一点 4x平方加1分母的平方分子 导数乘上分母 再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分母的导数是2被根号下4x平方加1 然后是8x 我们卡把根号下4x平方加1 我们分子分母同时乘上 根号下4x平方加1 就变成4x平方加1的2分之3次方 这是3倍4x平方加1 减去 那么这里可以先把这个常数椰掉 这剩4 那么1是2 剩下的是12x平方 这是4x平方加1 这2分之3次方 上面是12x平方 好 那上面就是12x平方 上面就是3了 这个始终是大于0的 始终大于0单调增加 那么 所以我们 左端点是 是global的 global的mix minimum 那么f-1 因为它是单调增加的 所以 最左边的是最小的 f-1等于多少呢 那么 那么 是等于-3 这根号5 等于-5的根号5分之3 那么f-1是 global的maximum 这个导数大于0 我们可以说 这里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f-1 就是3除以根号5 这是global的maximum 单调的函数 我们可以看左右端点 就是它的最大最小值 这是我们的 一般的求法 我们先要把一阶导数算出来 一阶导数算出来 我们才知道 它的extreme在哪 那我们来看两个应用题 optimization 通常是我们应用题里面 我们找最优化方案 所谓的最优方案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说 一个 open box 没有盖子的 可以用 一个纸盒子 16 乘上30的 16乘上30的 这样的有止咳 这有止咳 那我们把 四角剪掉 剪掉个正方形 把四角捡起来 然后把它折起来 我们问什么样的 要减多大 那么这个 指壳的 体积最大 好 再来开 这一番 关系 好 好 看 好 就 好 好 好 我们 什么时候它的体积最大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纸壳 长方形纸壳 长是30 宽是16 那我们在每个角上减掉一个 减掉一个正方形 相等的正方形 那我们可以假设 假如说它的减去的正方形的边长 是 是x也就是这时候这个x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我们折起来以后我们知道高就是x 所以它的volume 每条边等于减掉两个x 所以volume等于16 减去2x 这是剩下的部分 然后30-2x 这是剩下的部分 然后高是x 这是它的体积 我们把它算出来 我们把它展开 那么4x 立方 用2x乘2x 4x平方 4x立方 乘上这个x就变成立方了 那么x部分是-32和-60 这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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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92x平方 32和60 那么剩下的再加上16乘上30是480x 480x 这是我们的volume 那我们看x能够最小的也就是说不减 那就是0 最大的是8 因为这是16 宽是16 16-2x 所以x最大只能是8 那我们看它的一阶导数 这就是12x的平方 减去184x再加上480 我们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 我们可以提 1 我们先说这样子 然后令它的导数等于0 我们就得到的12x平方减上184x加上480等于0 那么我们提一个4 那么我们提一个4出来 就是4倍的3x平方 这是44 16 24 24 那么就是46x 那么再加上120等于0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3x平方减46x加上120等于0 我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分解啊 想办法分解这是46 这是120 所以说1和3 所以说1和3 1和3 1和3 这边是1和3 那边是30和4的话不行 3、4、12 那么12和10 对 46 那么就是12和10了 这是负的 这样子 好 所以它的分解是x-12和3x-10等于0 那么x等于12 这个我们是舍去的 我们叫做reject 因为我们x最多是8 那么x还有等于3分之10 那我们看一下x等于3分之10是最大还是最小呢 我们去看它的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等于24x-184 那么它的二阶导数在3分之10 这个地方 24乘上3分之10 那么就是80 减去184等于-104小于0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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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3分之10 是 local的maximum 因为它只有一个extreme 因为这个是 only只是一个extreme 所以它这个v30一定是global的 它v30是global的maximum 如果只有一个extreme 就是说只有一个最大值 或者只有一个最小值 你不能说是有一个最大值有一个最小值 这总不是 因为extreme 我们把最大值和最小值都算在一起 如果只有一个extreme 那它一定是global的 但是它是 因为它是local的maximum 所以它一定是global的maximum 但它具体是多少呢 v3分之10 我们刚才算的是 我们用 用最开始的16减去 3分之20 然后30减去3分之20 再乘上3分之10 48减去20 那么就是3分之28 乘上3分之 这是90减20 就是70 再乘上3分之10 这个是maximum 这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体积 这是第一个应用体 那我们看一下经济上的应用 这是第四个 我们算一个经济上的应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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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一个企业 产品 每天可以卖出去X个 它如果是去定价是P 那么它一天可以卖出去X个 那么X等于什么呢 X它是等于1000减上P 那么这Cost是多少呢 它的成本 生产 生产 X个单位 每天所花的成本 那么就是CX 它是等于3000加上20X 那我们知道3000就是固定成本 20就是我们变动成本 Variable 这个是FixedCost 这个是VariableCost 那我们问 我们说 首先我们看Revenue 我们把Revenue写成RX 那么再找到Profit Function 我们是PX 第三个我们说是 确定哪个什么时候哪个价格 能够使得我们的收益最大 那我首先我们说假设 每天最多只能生产500个 那500个 那500个 那么我们去确定 我们来确定一下 需要每天生产多少个卖多少个 多个人 需要每天生产环境 复兴六位 三位 使得这个收益最大话 那么最后我们 我们求出最大的 Profit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 经济学的理论 我们知道revenue就是收益 是收益是这个我们卖出去的产品再乘上它的价格 那我们知道能卖出去产品 我们知道是1000减上P再乘上P 这是等于1000P减上P的平方 这是我们的revenue 但是他问的是要写X 我们要把它全部换成X X乘上P 但是P我们是X是等于1000减上P 所以P等于1000减X 所以这个revenue是1000X减上X平方 那么我们的Profit是我们收入减成本 收入是1000X减上X平方成本就是Cost Cost是3000加上20X 那么减去3000加上20X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980X 980X减X平方再减3000 那我们要使的收益最大 我们就把收这个Profit的求导数 我们知道X最多是500 最大最小是0 这里X也是最多是500 最小是0 那我们算出他的 也就是说算Global Maximum和Minimum 对Global的Maximum和对PX来说 那求他的导数 那么要求他的Global的Maximum 我们要先求Local的Maximum 求Local的我们是求Derivative 所以是980减去2X 那我们得到的是 我们令他等于0 我们得到的是X等于490 490 那490是不是最大值了 那我们看二阶导数等于-2小于0 所以P490是Local的Maximum 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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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的Maximum 因为它只是 只是 只是Only 只是Only Extreme 它只是一个 那么490P490 等于多少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PX的值 那就是980乘上490 减去490的平方 再减3000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2乘上490的平方 所以就是490的平方 减3000 490的平方 那这个我就不想算了 那也得要拿计算器来算 这个是Maximum Profit 我们可以拿计算器来算一下 这就是我们Optimization和Global Maximum 和Minimum的做法 在求法 如果它只有一个Extreme 那它一定是Global的 好 这一部分我们复习到这儿